天龍三五男騎頭下身材高大壯瘦的白衣男揮手準備離開 一名黑衣男子悄悄走到後面下一秒 利落逃出手槍狂開 一群人瞬間鳥搜散各自找眼閉雾 而被開槍的白衣男就是威政集團前董事長吳明達 沿見他被開槍後趕緊跳開 中槍的小弟還摔在馬路上 實話在台北重慶北路10號下午5點多 散酸碎彭信槍手走到天龍三五男外頭 沈美軍志士手槍光天花日埋伏射殺 導致吳明達左手左腳中兩槍 小弟右腳也中彈倒地 而兩人在掩護下坐上香行車自行就醫 吳明達轉院時神情十分淡定 87叫救護人員關門身上都是紗布 不過誇張的是整起案件宛如黑幫尋仇 33歲彭信槍手向警方投案 聲稱自己在開咖啡店 但遭吳明達小弟收保護費心聲不滿引發殺機 但警方對此說法保持懷疑態度 我們昨天一直到現在很全力的在追求 這幕後的動機跟可能的動犯 開槍動機不說迷離 外傳吳明達涉及大同區一筆土地開發利益 對方開口要分紅 雙方因此鬧得不愉快 又有消息指出 近期他跟太陽聯盟貓董周文成 這範爆發口角過程中有肢體糾紛 而吳明達創立的 威政愛心發展協會 也發聲明指出 槍手變成守保護費份而逞兇 都是捏造著謊言 2019年6月天龍三溫暖 就曾傳出疊血槍擊命案 而吳明達是在地知名角頭 過去就被指控涉入多起重大槍擊案 包含當街槍殺北聯幫主唐重生 涉嫌滿兇槍殺十任青山宮主委黃清源 江湖爭議不斷 如今被當街開槍 詳細原因還有在警方調查的期益 這位王鎮出怪 SNG小組台北報導